开堂手杰克 英语 Jackal Ripper 是1888年8月7日到11月9日期间 在英国伦敦东区白教堂一带 以残忍手法连续杀害五名妓女的手 所冠的化名 犯案期间 手多次寄信到警察单位挑衅 却始终未落入法网 其大胆的犯案手法 经媒体一再渲染 引起当时英国社会恐慌 至今 他依然是欧美文化中最恶名昭彰的杀手之一 开堂手杰克 可称是世界上最恶名昭彰的连续杀人犯 他犯案后会将受害人内脏挖出 喉管割断 还会将其面部捣乱 虽然案件距禁已逾百年 但有关该案的书籍与相关研究从未间断 由于缺乏证据 真的身份与真实犯案原因仍是众说纷纭 令案情更加扑朔迷离 但是 开堂手杰克的身影却透过媒体 摇滚乐 玩具等物品 不断出现在当今的流行文化之中 网路上盛传开堂手杰克 已查出真的留言 起因于英国作家拉塞尔·艾德华兹 Rosa Edwards 买下当年的证物凯撒林·埃多斯的披金石 突发奇想地将披金拿去进行DNA检测 希望能破这百年的悬疑杀人案 他伪基因分析专家亚里·洛海莱宁 Jory Law-Elanen 花费三年之久的脱氧核核酸检测 在2014年9月结果出炉 在披金上验出凯撒林·埃多斯的DNA 以及艾伦·科明斯基的DNA 但他的主张并未通过同行评审检证 且关键的DNA证据存在严重争议性 他所使用的查证方式与成果都受到许多批评 12.犯案过程 开堂手的犯案地点 集中在伦敦东区、白教堂附近 该处在当时是著名的移民集散地 来自俄罗斯或东欧数万移民定居在此 那些移民收入微薄 其聚居之处成为贫穷与犯罪的温床 街头流落着无家可归的流氓与拉克的娼妓 虽然伦敦警察厅于1829年建立全市巡逻网 但薄弱的警力仍无法负担每晚数万妓女出没的东区治安 开堂手捷克 1888年8月7日 一具女士被发现 城市东区的白教堂 3.死者是中年妓女玛莎塔布拉姆 Marsa Tabram 身中39刀 其中9刀划过咽喉 同年8月31日凌晨3点45分 另一位妓女玛丽安妮科尔斯 Mary and Nikos 被发现死在白教堂附近的巴克路 Bucks Row 10年43岁 她不但脸部被欧成瘀伤 部分门牙脱落 颈部还被割了两刀 但最残忍的是她的腹部被剖开 肠子被拖出来 阴部也遭利刃 严重戳刺4 由于该教堂附近 甚少发生杀案 这两件案子 和之前的几件杀人案件 受到社会大众的注目 有些媒体甚至以白教堂连续杀案称之 认为是同一名手所为 这样会生会影的描述 引起当地居民的恐慌 于是警方在此投入更多的便衣警探巡逻 当地居民也组织巡逻队 维持治安 如此 使人们相信此类案件 将不会重演 没想到八天后 也就是9月8日凌晨5点45分 一位居住在汉博里届29号的老车府 与其廉价出租公寓的后方篱笆里 发现一具女尸 死者是47岁的妓女 安妮查普曼 她与前卫死者 同样被割开喉咙 并惨遭剖腹 肠子被甩到她的右肩上 部分子宫和腹部的肉被手割走 其颈部有明显的勒痕 据说死前曾呼救 但未引起注意 由于这是手第一次在住宅附近犯案 时间还是接近清晨的5点以前 却未发出任何引人注意的声响 此案成为日后人称开堂手的手 所犯下最著名的案件 9月27日 中央通讯社收到一封 用红墨水书写 并该有指纹笛信 庶名开堂手杰克 Jackal Ripper 信中以戏虐的态度表明 自己就是杀死妓女的手 并声称被逮捕前 还会继续杀害更多妓女 由于这封信 以亲爱的老板 Dear Boss 起头 日后 便以此称呼手机发的第一封信 Park杂志 1888年9月29日发表的漫画 被忽略的复仇者 9月30日凌晨一点 一名马车夫 与住家附近 发现伊丽莎白斯特赖德 Elizabeth Stied的尸体 不同于前两位牺牲者 这位44岁的瑞典异妓女 虽被割喉 但未遭剖腹 而是死于左颈部动脉 失血过多 由于犯罪手法不同 有人怀疑此案的手 与前两起开场剖腹的案 并无直接关系 就在大批警力赶到 伊丽莎白斯特赖德 沉失处时 凌晨1点45分左右 46岁的妓女 凯撒林埃多斯 被发现横尸在主教广场 Mitri Square上 除了同样被割喉剖腹 肠子甩到右胸外 她还被夺去部分子宫和肾脏 由于巡逻的远警声称 1点半时这里并无异状 因而研判死者是在 1点半至1点45分之间被杀害 并被剖开腹部 手刑手法之利落 让多数人认为 她可能是专业的外科医生 凌晨3点 一位搜寻可疑嫌犯的警员 在高斯顿街 Bullstone Street 附近发现件沾满屑的衣物 经过定 是凯撒林埃多斯 身穿围裙的一部分 而在义乌掉落的附近高墙上 发现疑似手 用粉笔写下的一型文字 犹太人不是无故被怨恨的民族 The Jews are not a man That will be blamed for nothing 但另有刑警记得写的是 The Jews are not Man that will not be blamed for nothing 之后 警察都查长汤马斯·阿诺德 Thomas Arnold 到现场巡视 并观看这句留言 因担心该墙上涂鸦天亮后 被路人看到 反而激起反犹太主义者的情绪 当场下令插去 最后一位受害者 隔天 也就是10月1日 中央新闻社 又收到一封明信片 内文同样以红墨水写成 信里 写信者自称是调皮的捷克 Soci Jackie 并提到他打算隔天再干两件事 一般认为 就是9月30日凌晨 伊丽莎白斯特赖德 和凯撒林埃多斯 这两起命案 另外 写信者提到 打算割下死者的耳朵 寄给警方 这与凯撒林埃多斯一体 外耳损毁的情形类似 最后 写信者同样留下 开膛手捷克的庶民 而日后 便以写信者自称的 调皮的捷克 Soci Jackie 称呼该信件 疑似手继发的第三份讯息 From Hell 10月15日 一封寄给白教堂一带的居民 自发组成白教堂警戒委员会 White Chapel Vigilance Committee 敌信再度引起大家的注意 信里赴半颗肾脏 并以黑色墨水书写 写信者声称来自地狱 并说这颗肾脏取自某个女人 一般认为 就是凯撒林埃多斯 身上其中半颗背 她坚熟吃掉 不同于前面两封信 这封信没有任何庶民 日后人们便以开头的来自地狱 From Hell为此信命名 比起前两封信 一般认为此信 有手亲自书写的可能性最大 11月9日 一位多赛街 Dorset Street 上的房东托她助手到玛丽贞凯利 Mary Jane Kelly的房间收六个星期 未缴的房租 却从窗口发现 这位25岁的年轻妓女 惨死在床上 她全身赤裸 颈部有勒痕 胸部和腹部被剖开 心脏移尸 脸部的耳鼻和乳房也被割掉 据说被手拿到旁边的壁炉烤熟吃掉 但有人认为是被手割下带走 一位邻居宣称 昨晚 即使1月8日晚上8点半时 人看到凯利活着 不过她对凯利的长相描述不完全正确 另外有邻居声称 当天凌晨4点左右 有听到一声惨的女性尖叫声 但可以确定的是 尸体发现的前一天晚上10点 凯利曾出现在酒吧里 玛丽贞凯利命案后 开堂首杰克似乎销声匿迹 伦敦未再出现类似的命案手法 媒体对命案的兴趣也逐渐吞去 但警方动员大批人力 却迟续无法侦破案件 饱受包括维多利亚女王在内的英国各界人士批评 进而导致警戒高层的移动 1892年 警方宣布停止侦办白教堂连续杀案 近来有研究指出 玛丽贞凯利的命案 可能只是另一行者嫁祸给开堂首杰克作为 有别于先前四宗命案 这次行者选择在室内作案 并非室外 而且这次行者不像以往般来去匆匆 而是逗留于现场一段时间 加上凯利的子宫 没有被视作战利品而取去 凶杀报告显示 尸体被切割的方法也大有不同 此次行者显然不熟悉解剖 可是这些研究结果都缺乏实质有利的证据 一般而言 玛丽贞凯利都被认为是开堂首杰克的最后受害者 贫困的东区长期被富裕的社会所忽视 但连续杀案和受害者的出现不得不引起对他们生活条件的关注 这种关注意味着当时的社会改革者终于能让有钱阶级倾听 并相信必须做些事来帮助穷人 肖伯纳寄给新杂志 STAR的一封信里讽刺的评论媒体 这种突如其来的关怀 当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正浪费大量时间在教育 鼓动和组织时 某些全然自主的天才已经控制了这些工作 且仅仅靠着谋杀和四个开场跑度的女人 就把这些资产阶级的媒体 变成一种笨拙无能的共产主义 另外 开堂首杰克已成为许多小说里出现的象征人物 无论是作为主要角色或更编的人物 参见开堂首杰克小说 而开堂首在大众文化中也已以另一种形式出现